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蒙特利尔的狗公园放狗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的在加拿大的这种狗公园是什么样子 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给狗主人画出了一块免费使用的狗园子 体现了加拿大对动物的友善和关爱 狗公园要有两道门 这样可以确保狗狗不会跑出去 这是第一道门 然后第二道门 这个狗公园有两部分组成 这部分是放小狗的地方相对比较小 炸狼那边是放大狗的地方 面积比较大 我们看有一个狗主人领着他的小狗 小狗刚才 可以尝尝你的狗狗吗 是的 这就是狗公园 这是狗公园 狗公园 如果你真的想让你的小狗 在那里面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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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狗狗不能来到这里 对 对 对 因为大狗的主人 主人是比较更加激烈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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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对 他很开心 谢谢 这个大型狗和小型狗的园子之间也有一道门是可以糊通的 你看这里都有配备了给狗喝水的设施 这些都是公用的 像这样的狗公园在蒙特利尔有无数个 这个狗公园不是很大 算是中小型的吧 放大的狗地方也有它自己的出口口在那里 也是两道门 现在我去大狗园看看 这个狗公园 这都不够了 可能是在这里 不够了 这个狗公园 这个狗公园 可以的 我都不在这里 这些狗公园 这个狗公园 狗主人 狗主人负责收起狗的排泄物 我们知道不论是在哪里 在城市里养狗 在公共期间里面狗是要被拴着的 这个狗园的设立就给狗主人 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狗狗可以在狗园里自由地奔跑 也给狗狗提供了一个 狗狗之间社交的一个场所 有利于狗狗的心理健康 同时呢狗主人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 你可以认识更多的狗主人 认识更多的朋友 哈哈 它带了三只狗去狗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订阅海格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海格的频道